这个开服区咖啡地带消费 在结账的时候发现这个白开水 20元一杯 4杯收费80元 在消费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服务员跟我们说过 要他拿菜单过来却拿不过来 20块钱一杯 我们百分之收费的 那我们今年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百分之20块钱一杯呢 我们一个人少 我们一个人减 但是我们系统出时间 你拿个东西给我看 你有没有菜单 菜单上面有没有写 我真的上面没有标 这些确实是没有写钱了是吧 我百分之20块钱就不收钱了 谁是百分之20块钱 等于是你什么都没点字 不百分之20块钱 到哪里都要收地消费啊对吧 这是我们原原本的单子 上面确实也没有那个白开水 他手上那张单子 怎么会有白开水 那些像 有各开吗 各开单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没有东西 是不是我们拿到的单子来看一下 但是你被责任了以后 你会办法买单 你责任不正确 我们就不可以买单子 为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 而收取消费者的最低消费 或者是参问费和查税费的话 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您不需要一个小时 您不需要费者的钱 来自拍下来 出尼 自己费者的苦力 如今 你费人 你费人